確定分手柯文哲嗎 一個問號 來迎大咖金爆侯友宜說 有副手人選 那選的人會是誰呢 剛亮哥已經說啦 想找韓國瑜啦 但是呢 韓國瑜也表態很多次了嘛 他要當啦啦隊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李乾隆啊 今天鬆口說 侯友宜跟他說 副手人選已經有盤算 有人了 那這個人會是誰呢 當然到現在這個 還沒到先排的時間啦 只是呢 連韓國瑜不太可能 因為說他連先前說的 這個副主席都拒絕了嘛 他表明啦啦隊 如果政黨輪替 韓國瑜有太多位子 所以呢 這個副手指的是誰 當然啦我相信啦 不論是哪一黨啦 一定會做好最 怎麼講 自己還是會先藏著一張牌嘛 不然到時候 換你打的時候 不可能沒做準備嘛 這個立正傑立將軍 你怎麼看呢 我從今天馬 馬英九 前總統講這個話 我也感覺到他很焦慮不安 所以連他都焦慮不安了 我其實介紹很多 我長一個豆子 你焦慮到長豆子 焦慮到長豆子 你也長豆子吧 我很多同學 然後座艙康長長皮蛇 我很多同學啊 就是我們軍中的退伍的老弟兄啊 一直打 經常會打電話給我 真的很焦慮 很著急 就是到底合不合啊 到底合不合啊 他們還是 骨子裡面還是非常希望 這是南白能和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他們兩個人其實 如果說就在聲勢上面 有互補的一種情形 可是我們現在慢慢 也聽到一種聲音 就是我們自己說 如果說真的不合對不對 要趕快把副手找好 那就乾脆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了 但是我想說馬英九 今天講這個話 等於說很關鍵的一個時刻 出來講這種關鍵話 然後再加上 韓國瑜也說認同這種話 那我想說這個就已經 形勢可能就已經定下來 就是尊重 柯文哲的這個全民調 但是就像是亮哥剛剛所講的 其實現在全民調來講的話 大家不要認為說 侯友宜就一定輸了 你看這個今天這個尤淑慧他講 侯友宜在台北市來講 民調他看到的民調是第一名 那我們之前看到的這個 昨天看到的有關電子島 媒體島電子寶的民調 也是侯友宜慢慢在往上面爬 也是領先了柯文哲 那柯文哲雖然說 自己公佈了三份民調 雖然說他領先到8% 其實我是很懷疑 怎麼可能領先到8% 我就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太高啦 但是他既然已經公佈了嘛 我們就姑且信之 可是我覺得說 這個也是一種好現象 比如說他們兩個都有各自的 這種粉絲群 對不對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那能和當然很好 那只是說當初一直說 雙方的陣營裡面一直在堅持到 要用哪一種民視來做這個民調 那我覺得如果說 今天既然說馬恩九 對不對以國民黨的前主席 以前總統的這個地位 然後出來講到這一句話 那韓國瑜又出來 也認同這個方案來講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大概就是一定 就會接受大概就用全民調 那這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如果全民調 侯友宜贏的話 對不對 那這個柯文哲就他的支持者 也會心服口服 對就沒有話講 就不會說 因為你這個不合我就 就分裂投票 我覺得就比較不會啦 就大家心服口服 我覺得最重要 而且就是立委來講的話 也一定會合在一起投票 合在一起造勢 我們都可以看出國慶那一次 雖然說後來這個 因為這個兩顆子彈的問題 沒有選上總統 沒有選上總統 很可惜啦 但是那次來講 立委來講的話 國慶是大勝 就是因為國慶合嘛 那投票都一致去投 不管是你投國民黨 或親民黨的票 然後對立委選舉來講 是確實是有利的 那既然已經說 我覺得說既然馬英九 都已經同意這個方案 韓國瑜也認同這個方案 我個人認為說 那侯友宜就 可以接受這個方案來講的話 對這些磕粉來講 對磕粉來講的話 那也一定是 其實韓國瑜不見得會輸 因為現在來講 我鼓勵大家最重要的就是 各自的支持者 回家等電話 就跟當年韓國瑜一樣 對不對 那時候有很多韓粉支持者 是每天說 接人說要接到民調 然後各自在家裡面 等那個民調電話 看誰接到 還互相在那邊說 我接到電話 我沒有接到電話 然後就各自 你各自支持者 就表示說你這個 這個支持的力度 到什麼力度 如果你真的支持 要全民調的話 那就各自回家等電話 接到電話 就願意表達出 你所支持的對象 那這樣的話 總比兩個人在什麼 寶貝要好 對 如果到最後 要用寶貝的方式 對不對 或者是推排球的方式 來一翻兩瞪眼 那種畢竟來講的話 雖然說 不管是關公或是媽祖 都叫他們出來要喝 可是你總不能說 用寶貝方式 這種不科學方法 全民調 不管怎麼樣 總是在 最不得已的方法 是比較屬於 科學性的方法 來產生一組候選人 那對我們選民來講 其實我們不在意說 柯文哲或侯友宜 當選總統 誰當選總統 我們在意的是 下架民進黨 趕快把這些弊案 做一個調查 讓兩岸 可以走向一個繁榮 或者是和平之土 才是全民所盼望的 那這位誰當總統 其實對民眾來講的話 其實倒不是關心的 最大重點 對而且其實時間很緊迫 我們說去頭去尾的話 大概只剩下八天的時間 今天不要算 然後最後一天不能算 在那之前要有答案 所以其實 真的沒有剩幾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再來 導播你可以給我下一張嗎 好 那游淑會也曝光說了 侯友宜民調在台北市 是第一名 他的支持度是衝上四成的 他說侯友宜跟 國民黨的參選人 李彥秀 游淑會 他們到東湖去參拜 那游淑會當時候 他就透露給媒體說 他看到一份新的民調 指出侯友宜在台北市是第一 支持度達到四成 當然我知道聊天室裡面 很多好朋友也在說 如果不見得會輸 幹嘛不比全民調 所以現在等於是 這個決定權在朱立倫手上嗎 教授 我覺得當然是 就是說第一個 你在台北市 那我們都知道 就是柯文哲可能在南部的 這個支持度是比較差一些的 所以如果柯文哲 做過兩屆台北市長 他沒有辦法在台北市領先 那其實對國民黨來講 很有可能他們覺得說 應該要有這個信心 在整體的民調上會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我上次在中天的節目上也提過 你如果今天是禮拜五了 你到禮拜一還沒有出來一個結果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做民調 對啊 剩幾天 一定要在這個週末就已經決定好 然後甚至怎麼問 我覺得都要大家互相要同意的 所以時間根本不等人 你們如果還在蹉跎 我想這大概也是馬英九 或者是說其他藍營的小雞 這麼著急的原因就是 你再拖下去 即使你最後有一個方案 可能大家到最後做出來的 都會覺得說太急了 這個這麼短的時間 夠科學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這兩天 沒有再談成 然後禮拜一不開始做 我覺得就是會讓大家 雙方誰輸了都會去質疑了 那我覺得最好避免這個嘛 就是要大家心服口服 就像上一次 那個雖然江啟臣輸得很少 但心服口服 就是盧秀苑宣台中市場一樣的 我覺得就要有這樣的精神 那個下一個仗 你要打贏民進黨才有機會 沒錯 因為現在的 所要目標就是要 要政黨輪替 對 要下架民進黨 所以用最有力的方式啦 好啦 期待這個藍白 趕快做出最後的決定囉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糖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團